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那最近魔兽争霸 最大最重要的消息是什么呢 对新版本的补丁它出来了啊 当然这只是一个测试版本的补丁 但是这个测试版改的非常的大大啊 尤其是对于人族还有兽族来说 比如说人族最大的改动 莫过于是女巫 可以变对方的一个英雄了啊 以前只能变普通兵的羊 现在英雄也可以变谣的 而且将近三秒钟啊 这个效果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兽族这一边最大的改动 莫过于是兽族之后啊 二本就可以出黑牛了 以前要三本可以出 现在是二本可以出 这两个改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大的 当然对暗夜精灵来说 对于白虎做了一定的增强 然后呢山脸巨人 从七人口又削成六人口了啊 又要变成灭霸了 不死毒的话 二本增加了一个驱散的单位 然后小狗做了一定的削弱 主要是攻速做了一定的削弱 然后呢残废可以上给机械单位了啊 那人族的坦克这样的战术 估计就没法用了 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场啊 1.36.2测试版本的实战效果 由灵瓜瓜来积极测试啊 那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地图 右上一脚是蓝色的人族 这应该是灵瓜瓜了 那他的对手呢是兽族 开局的话 两个人都是直奔二本啊 对于人族来说 我先把塔法师的等级练上来 那对于兽族 嘿兵营我都不操了啊 我直接是升二本出黑牛的一个战术 这样的话黑牛成型会非常的快啊 好那接下来就看看先知的骚扰效果啊 对于魔兽补丁的更新 很多观众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确实 只要官方会更新补丁 证明这个游戏就还没有死是吧 对于RTS游戏来说 这个补丁是吧 一年两年不更新啊 对于玩家的积极性打击非常的大 只要你去更新是吧 平衡不平衡的另说啊 先说去更新 更新之后很多战术就会出来 然后呢 这款游戏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啊 好 看这的话 两个人互相骚扰一下啊 都是小打小闹 都是等二本之后啊 重头洗过来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那最近的话 暴雪和网易又重新复分了 然后呢 魔兽这边的话 也是做了补丁的更新 非常的不错啊 只要魔兽更新 我们也不奢求什么重置版 重置重置再重置 或者说魔兽争霸四 什么时候出 只要现在魔兽争霸三 版本会更新就好 更新的话 那尽量是听起一些什么 观众的意见 还有实测的一个战况来啊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 人走 还是想开阔啊 那兽族这一边的话 二本即将生好了 二本生好 就直接要出黑牛了 先知 不惜骚扰 那我们这边大法师走位 要小心一点啊 好 水阳色 哎呦 被先知给点了吧 好像是被点了 现在的话 先知 两头狼 杀农民 也是杀的比较的勤快 哎呦 小农民 好伤好伤 好 我们看一下 哎 打了一个雪牌 哎 大法师升到三级了啊 三级之后 家里的话 暂时还是一本 选择优先开矿 然后兽族二本生好 首先是升个尖刺 嘿 就怕这边的福特曼 过来拆自己的地洞啊 先知 带着这边的福特曼 然后圈圈 那人族呢 就等自己的分框成型 二本成型啊 好 收足时二发了一个熊猫 还是对人族的分框 哼 非常的有想法 不过大法师到三级 有二级水元素 战斗能力 他也不差 好 就看一下 这两个英雄的骚扰效果如何 那1.36.2版本啊 暂且称了1.36.2吧 现在补丁 已经上了测试符啊 一般按暴血的个性的话 这个补丁的话 会改个两个到三个版本 然后呢 再正式符 又会做一定的更改 上正式符啊 又会做一定的更改 所以说前后变化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大 不知道女妖变羊 这个变英雄的一样 能否绑合到 这个主网 这个正式版本上线 对女妖变羊 很多观众讨论还是蛮多的啊 那有一些观众表示 这女妖变羊 这跟狼奇网 别人的英雄差不多呀 没什么区别是吧 都是限制一下对手的英雄 如果跟狼奇对比 好像也是 哎 差距不大了 兽足的话 二本兵早就可以限制英雄了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 比较的讨论比较细 他表示 这狼奇变羊 变这个狼奇网 跟女妖 跟女这个女巫 变这个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虽然说都是限制了 英雄的一个移动 但是狼奇网 英雄还是可以吃血瓶的 可以吃血瓶 也可以回尘 但是你变羊之后 英雄是变不了这个道具的啊 所以说还是有差距的啊 尤其是打到残局 或者说是人族 秒英雄的时候啊 你变个羊 你腰 你这边变个羊 哎呦 英雄吃不了血瓶 点不了回尘 很容易被秒 好 但是具体效果 实战效果如何呢 还是我们看看 这一场啊 这一场 当然也就是一个 小样本啊 后面如果可以上正式服 那战术变化的话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好 那除了这两个种族的话 这个暗夜精灵呢 主要是山里巨人吧 山里巨人 从七人口又变成六人口了 这样的话 灭霸 又可以 又可以重铸江湖了 这人口减掉一个 效果就不一样了 是吧 还有就是白虎啊 做了一定的增强 那白虎增强的话 感觉 内战用的比较多啊 打其他种族用的不是很多 不死族 改动力也是比较的大啊 好 哎 回到游戏当中 我们看一下 这个版本 测试版本啊 二本的话 就直接可以出黑牛了 那二本出黑牛 这个效果如何呢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二本黑牛 一千三的血啊 这个血线非常非常的厚 好 人族现在的话 还是福特曼 这边黑牛 他已经出来了 白牛的话 要复活 估计还要升到三本啊 才能复活 好 人族分矿 开好了 那家里的塔建筑学 搞一搞 哦 见面了 哇 这以前 福特曼哪见过对方的黑牛啊 天呐 这阿伯就见到黑牛了 吓死人啊 赶紧跑赶紧跑 好 黑牛 一往无前往前冲 那人族赶紧走哈 赶紧走哈 我至少要过度到二本啊 出这个女巫 现在一本的话 赶紧走他 这个黑牛 拆建筑能力 可是非常的强 好 那现在 来来来 空投一波啊 给对手一点压力 这边黑牛 直接来了 那以前 大家受阻的二本 都是出售来 那现在是牛头人头疼了啊 来来来 黑牛战斗 哎 这一波 两个人都是 冲对手的家吗 受阻家里的话 升好了这个尖刺啊 升好了这个城防 还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大部队 哦油 人族现在的塔只有两根好了 还是要回来守一守 分框不守的话 直接要被拆啊 这个是黑牛 好 人族 吃了一个口叫 来来来 这一波的话 看看能不能守住啊 黑牛 一千三百里血 非常的厚 武游打 伏腾曼是真的爽啊 人族有一本群补 赶紧吃掉 武游打 还是升到四截 这没有群补的话 伏腾曼是真的扛不住 好 看看飞艇 残血的单位 上一下飞艇 黑牛你很强 但是你对不了空 白牛 感觉随时 讨个灵魂力啊 让自己的黑牛更加扎实 这个黑牛在里面 横冲直撞 武游 这里有点守不住 怎么办 这个横框好像要倒 哇 二本一出黑牛 兽族确实很强很强啊 人族现在只能够撑 撑啊 把他给撑住 大法师的话 这边看看怎么办 好 再去控一本群补 家里的话 二本生好了 来来来 赶紧出神秘神殿 出女巫 女巫变阳 熊猫 单传回家 扶一下状态 这边的话 黑牛 塌起来了啊 不跟他 塌起来了还好一点 这没有塌的话 真的扛不住啊 好 黑牛 围杀掉 这一波的话 兽族没有第一时间 把这个塔坯子 给柴狼塔 给成型了 塔一成型 那黑牛的话 得找几个去 看有没有机会 去泡个温泉啊 泡完温泉 让黑牛状态不好 贴这个药膏 要贴猴年马月 贴得慢 好 人族 双神秘神殿 开始了啊 这边是开始升三本 后边 牛一出 变阳变阳 变阳还是蛮有意思的哦 来 兽族现在是兵链级 变恢复状态 这个黑牛 看起来确实很吓人 好 兽族也要去升三本 因为这个 黑白牛复活 他还是要三本的啊 三本的话 倒下 立刻拉起来 熊猫升到三级 限制三级 双三的一个等级啊 二级的一个闪电链 二级的一个火 还是主打AOE 确实 那人族后面 肯定是出女巫啦 女巫一出 我这边 AOE伤害啊 打女巫还是很厉害的 好 二发的是一个血法师 血法师抽一下篮 阻止一下 对手这个双AOE的英雄啊 输出确实有点炸裂 来 这一波 兽族的话 部队补得非常的不错 好 三本好了啊 虽然说你三本好了 但是我二本 黑牛就可以出 这也是这个测试版本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来 大老师 撒一下粉 看看对手的一个状态 好 兽族再一次过来进攻 这一本的话 空了一本群补 空了一本群防 这一波部队 还是很准的 暴雨雪法师放火一烧 嘿 你敢来不 兽族 有条件还是泡个温泉啊 这个黑牛 确实去泡温泉了 黑牛的话血限多啊 但是恢复起来 也不是比较麻烦的 好 女巫已经开始出来了啊 来来来 我们见证一下 1.36.2测试版本 女巫可以变英雄的样子啊 来来来 这个家还是被拆得很难受啊 对手的话 喷火 闪电链 疯狂的杀农民 这个农民没有过一天安身的日子 两本群补 打黑牛 群补还是要多一点 好 三个女巫了 三个女巫 到时候变个洋窝 我感觉变不过来啊 还是变黑牛吧 特变英雄的话 变得时间有点短 好 水原刺过来看一看 对手家里什么情况 一看 哎呀 三本生好了 好像还是没有兽篮啊 三本生好 意味着黑白牛就能复活了啊 好 闲之 有三级 这边的话 嘿 隐身的富特曼过去搞事了 这边女巫四个 大马尺的话 有个二级的辉煌光环 洗好点了啊 暴风雪 砸压黑牛 要拼AOE的一个伤害了 来 我们看一下 双方 第一次大规模交战 哎呦 这个寿司的矿开在这 好 迷你集体开矿 大马尺来了 哎呦 大马尺一看 这兽组开 有点跳啊 竟然在这里开矿 我有见面 大马尺直接被骑脸输出 一瞬间就一色血来跑 哎 这还没变羊呢 大马尺表示 兄弟们要不要过来变个羊 但是刺激有点扛不住了啊 好 牛 来 给大马尺引个身 太危险了啊 不引身的话 马上飞表 这一波一撤退 那兽组就开心了 你走 那我这个分框就开好了 双框打双框 好 人组这一边的话 三百 省好了 来 恢复一下状态 那现在的话 兽组 他造一造啊 把自己的这个防守 走到位 大马尺引个身 但是大马尺身上的话 防命道具不多啊 嘿 对手有眼睛的 好 牛 捡个送 先只有闪电力 哇 这一口火喷下去 炸裂 哎 刚才的话好像是不在啊 好 暂停了一下 开始 应该是有点卡了 来 我们看一下 牛 变羊 大马尺 宝魂血 砸一下 变了一个白牛的羊 白牛的羊变 马上就恢复好了 来来来 这一波的话 熊猫 哦呦 能不能喷出来 现在人族的部队 有点单薄啊 先撤先撤先撤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 富特曼 在对手家里 也是疯狂的骚扰 嘿 这个骚扰效果还行 那人族的话 女巫 感觉有点脆啊 面对对手这个英雄 还有这边的是吧 这个壮汉啊 感觉有点搞定不住啊 好 黑牛再一次过来进攻 生好了一弓 这一波的话 还是想去拆一下这边的塔呀 来来来 白牛 有没有生好复活 界面闪电链一跤 熊猫 来呀 一口火飞下去 熊 好 白牛的话 位置站好 黑牛倒一下 来 把这个拉起来 在这边 大部队 来了来了 先知 升到四级 有没有开始变 哎 我们看一下 好 变了一个白牛 哎 又变了一个先知 先知也变羊了 好 又变一下 不过只有三秒钟啊 马上可以恢复 好 这边黑牛 拉起来 这个版本 很有意思啊 测试版本 连英雄也给你变了 可以再放火一烧 路线来看 牛变羊 还是有点厉害的啊 大花是要小心 小吃版有点扛不住了 不过先知 先知实在有蓝瓶的 哎呦 极限 眼神 极限眼神 好 撤撤撤撤撤 山丘来了啊 散发了个山丘 先知又被养变羊了 来 这个版本 很有意思 女巫的话 连英雄也能变 哎 这波兽组 有点溃败啊 哎呦 来来来来 这牛的话 复活赶紧走赶紧走 好 目前来看 女巫变英雄的谣 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黑牛的话 现在三本之后 没有二本那么强势啊 感觉 那接下来就看看 兽组有没有什么打法了 白牛多出一点吧 驱散多出一点 毕竟对手的话 是女巫 哦哦哦哦 雪花师直接练死了 哎呦 没有人扛这个伤害啊 怎么办 先走先走先走 好 大花师 买了一本裙补过来 来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 过来过来补一下 呜呜 这个输出有点高 大花师裙补 哇 也吃 可以 接下来的话 山丘还有大花师 稍微的吸引一下伤害 兽组这边的话 嗯 部队重整起鼓啊 熊猫四级 限制四级 蓝瓶买的多多的 装备 好好的 这边打了一个抽蓝棒 兽组 65人口 人组暂时还是50人口啊 要小心 人组的话 这一步在练级练的有点伤 那随着兽组黑白牛的数量起来 女巫的话感觉会有点扛不住啊 这边的话 哦 还是转要失救 确实要转一下失救 你不转失救的话 对手双四的英雄打女巫 哇 两波AOE伤害过来就受不了了 好 再一次过来啊 那这个版本的话 双发还是以测试为准 以补丁 测试为准啊 来 血法师 这个小生板有点扛不住啊 赶紧躲里面去 有熊猫 一口火喷下去 闪子闪电链 要不要跟上啊 哦 闪电链一焦 小公民倒下一片 来 山丘来了来了啊 来 女巫这边赶紧变羊 嘿 直接把这个仙芝给变了 熊猫也变了 好 见面就是秒英雄啊 不得不说 这三秒钟的时间 还是有点长的啊 哎 仙芝要被秒了 哇 疯狂变羊 先芝直接秒掉 变熊猫熊猫 我为了变这个仙芝 无忧 女巫的话已经扛不住了 赶紧走赶紧走 那血法师的话 还要二十多秒才能复活 这一波 人族现在缺伤害 控制是有啊 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 来 先撤先撤 回到家 补一补啊 双矿 打双矿 好 家里的话 开始吃修出这个石旧了 那还是要用石旧来终结战断 女巫的话 还是偏辅助 先知卖火 身上有电球 双蓝品 这一波人族分矿的农民 死得死 伤得上啊 损失有点大 人族 现在是四十九人口 好 过五十了啊 已经开始转石旧了 石旧出来就不一样了 哎呦 这跟白牛过来复活一下黑牛 站起来 嘿 来了就别走了 哎呦 熊猫一火火一喷 先知闪电链 再交一下 卡卡卡卡卡 速度有点炸链 山丘升到了三级 山丘的话 升到二级的敲地板 大发师 位置有点差 哎呦 山丘也是有点靠不住了 远夺黑黑牛的起点输出 山丘也靠不住好 这边熊猫变一下羊 哦呦 大发师二级帮风雪输出还是比较给力 继续变羊 变完之后 躲塔里面去 大发师 小神把要扛得住哦 另外一遍的话 血法师也来了 好 血法师升到了二级 这边继续变羊 来来来 两个黑牛一变 时间还是蛮长的啊 女巫这个变羊 时间还是蛮长 但是英雄只有三秒钟 变其他单位 时间还是蛮长的 哎呦 这边熊猫 熊猫限制闪电链 女巫有点扛不住了 那后面还得靠石鹫来打伤害 家里的话 已经攒了三个石鹫 马上四个石鹫 那石鹫配合 这边女巫的一个变羊 缓速 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哇 这变了将近有十几秒吧 这个变这个黑牛 好 部队继续集结完毕 人口62 现在受阻的话是69人口 来 这一波的话 熊猫哥哥不在 哎呀 人族可惜没有圣骑士啊 少来一个锤 熊猫来了 状态一般般 一口火一拍 牛直接把这两个英雄给变了 嘿 变羊变羊 大法师要小心 好 石鹫来了 这个石鹫打黑牛 那真的是舒服呀 山丘要小心 黑牛起点输出还是蛮高的啊 大法师继续去控群补了 现在四个石鹫 大法师好 群补一吃 给你来个晃速 有没有蓝 有蓝的话才变个羊 又有牛来了 来变羊变羊 哦哦 注意小心 不要被黑牛起点输出 山丘山丘有蓝了 山丘有蓝 打黑牛 舒服 听说你想复活 帅心 先把你的白牛给清理掉 清理掉白牛 上来 一个锤 先知 变羊 秒掉 哇 这配合 女巫的变羊 然后英雄斩杀 确实厉害啊 好 收阻 打出积极 我们恭喜人组 1.36.2 测试版本的实战效果 就是这样啊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想呢 欢迎大家 友好讨论啊 好 喜欢奔窗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